各位沒看錯 這三根令人頭皮發麻的胸腔支架 就是從樓俊碩身上拿出來的 他日前開刀結束長達四年的漏斗胸療程 從住院到出院直花了三天 神奇的是麻醉退了 樓俊碩完全不痛 我進去先天性漏斗胸 然後漏斗胸口水凹進去 然後它會壓迫到我的肺 跟我的心臟 所以我的肺的容量 只有一般人的八成而已 然後好像久了之後 就是老了之後會壓迫到心臟 所以我必須要先去開這個 就是去動這個手術這樣 開刀就要放三條鐵進去胸腔 然後把肋骨撐出來 有點像戴牙套那種矯正的感覺 那你有需要把那個鐵拿出來嗎 因為它裝四年 明年要再開一次刀 然後把鐵拿出來 術後它的胸口左右兩側 約有十公分的傷口 雖然看起來驚悚 但這次入院開刀 其實根本是樓俊碩的笑行見面會 首廚房除了放他的歌 大家還搶著合照喔 集會 大家都很開心 真的很大明星這樣 而樓俊碩四日就出院 急著上工 準備月底的演唱會 一樂道新聞 最開心 報道 報道